Hello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今日はレッドのグラブ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各位球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下就是 原田在近期推出了新的型號叫226 那這一個型號呢 它在它的目錄裡面 它是有寫明說這個 這個型號 這個內的型號是可以退職來使用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說 阿豆實際收到這個型號的手套之後呢 自己戴起來的感覺到底是什麼樣 那我們先講一下 新型號226跟之前舊型號原田的 主標外觀的差異好了 新型號來講 我們拿這一咖來 這一咖 這一咖來 給大家看好了 這一咖 新型號來說呢 基本上它的標就是在SoCo的正中央 正中央 然後它的手臂這邊有一個 兩條穿線的骨牆的設計 那除此之外呢 它是沒有開子 它是沒有開子 給大家看 它是沒有開子的 那以舊的原田來講呢 它這邊是有開子的 那它的標誌在車面 然後舊型號的原田呢 其實它的手臂也沒有 傳線補牆的設計 就是比較一般 比較傳統的設計這樣子 那除了這些外觀上 大概三點的差異之外呢 新型號它是有講說 它是可以退子 它是可以退子 那阿豆就來戴看看 其實以 阿豆戴這個26來講 這一咖是新型號 然後它還是有加大的 不過目前這樣退子戴起來 其實應該說還是有一些一些緊 那可能 如果說真的要 退子戴起來比較流暢 比較舒服 大概也需要一點時間下去做磨合 或是說 如果你 在購入手套之後 有湯柔或熱枕的習慣 你可以 告訴你的湯柔或熱枕的師傅 他們請你 就是請他幫你們 把後面這個小子的空間 做得稍微大一些 那以 Leddle的 手套來說 以它的外野手套來講 如果說它在目錄裡面 它有注明是可以退子的話 通常它的 它的小子處呢 它會把它隔成兩個空間 讓你的手指 讓你的無名指跟你的小指 可以分開來放置 可是以原田這個型號 雖然說它 在目錄裡面 它說明是可以退子 可是其實它的小指是沒有 隔開這兩個空間 那 你手指放進去的話 基本上你這兩個 你的無名指跟小指 基本上還是放在同一格的位置 那這個來講 它的舒適度 其實就不會像Leddle Y的型號 有退子機能的這麼的好 這麼的舒服 這樣子 這邊也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如果 假設你選的是原汁原味的 226的Model 沒有做任何的加大的話 那阿豆覺得 其實戴起來 戴起來 你如果退子戴的話 其實 欸 你可能會覺得它跟 之前的像 176的型號啦 像舊型的月天 你可能會覺得它的差異沒有很大 那就阿豆自己 因為 阿豆這邊已經有球友 是收到它自己訂製的 目前最新的226 那它是沒有做型號的 型號的加長 所以就是做原汁原味的尺寸 那其實它之前應該 因為它手上也有舊型號的原田 那阿豆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戴起來 你覺得差異如何 差異有很大嗎 那其實它是說其實差異其實是蠻有限的 它覺得說 對它有標榜有退子機能 那它的 可能它手指 小指後面的空間確實是有大一些 但是以退子來講 可能 以全新品的狀態來說 其實沒有那麼的舒適 沒有那麼的 也沒有那麼的舒服 那如果 可能還是要經過 可能幾個月的時間下去做磨合 那等到它的小指的空間比較開 比較大之後 那戴起來 你再手背起來 你再開合 你的 那個 整個感覺才會進入狀況這樣子 那這也是 阿豆 收到226型號 那我自己當然也有戴過 那我也有去問了一下身邊的球友 因為有些球友確實是 不管是新的原田跟舊的原田 他都擁有 那有可能來透過他們的意見做轉速 會相對更精準一些 那這就是我對226 目前短期的心得這樣子 那如果 之後球友戴上場 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更新的心得 阿豆也會轉速給大家知道 那只能說 如果說 你對這個 新型號 就是它可以退職的這個226呢 你抱持著 退職來說 會很舒服很順暢的期待的話 那你可能會有一點點小失望 那所以阿豆這邊也要提醒你 但是我 如果其實覺得說不管是新的型號 或是原田舊的型號 其實使用一段時間 或是你有送去湯樓或熱枕 其實之後 來做時間都是可以退職的 那除非你的手真的 特別的大或特別的厚 那你可能在退職上面才會碰到困難 不然一般 它如果皮革比較軟之後 應該要退職來 不管是要來練球或是比賽 都是可以的 那這邊 也讓大家做一個 心得的參考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226 跟舊款原田的主要 一些細節的比較呢 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 如果說你們對 不管是對新型號 還是舊型號 有什麼問題 也歡迎你們留言 在下方給他做個參考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我們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 跟訂閱喔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